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也要來分享 翻過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聊一下 新一期無限挑戰 孫魯玉的刷分陣容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 直接開始吧 那這次要來介紹的刷分陣容 是我去日服的DC群組 發現有一位L大所分享的隊伍搭配 至於試煉加成的部分 由於對方並沒有放上圖片 所以我自己是使用這個樣子去做一個配置 各位可以直接照抄就好 那武將加成的部分目前看起來是不需要點 再來挑戰的難度係數是全勾的170 然後使用的隊伍搭配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重點、練度的要求非常高 首先雷靈趙雲是這次的關鍵輸出 所以必須要有五火覺醒才可以 接著豪潤曹操的話 我自己是使用五火測試 因此不確定其他練度可不可以 最後聖夢佐斯的最佳練度是一火覺醒 因為五火會搶到白虎的發動時機 導致傷害並沒有辦法最大化 成績與容錯率都會大幅影響 至於三火的話也可以 但異果最好 接著使用的神兵是扇子加龍影槍加星庭樓刀 重點使用的順序是按照技能配置釋放 接著靈寵則是鼻翼組戰 搭配白虎熊騎助戰 白虎屬於必備靈寵 而熊騎可以替換成碧暗或酸泥 但目前測試下來 在五星的情況下 熊騎比較好 至於我的碧暗只有一星而已 所以就無法比較 接著潛能方面我就不囉嗦直接放在畫面中提供給各位參考 重點記住 羈絆的部分千萬不能選錯 否則成績會大幅影響 接著戰魂方面就有雷星趙雲使用若人突襲 正下來都是選擇戰役勃發來提升怒攻次數 最後換我的部分 大橋跟菜籃機都必須搭配三開效果 否則傷害會上不去 那阿豬陣容我自己測試下來 大部分的成績是落在150-210萬之間 雖然說浮動有點大 但很容易上到200萬 而我自己目前最高是234萬 那我等等會繼續研究不同的搭配 看能不能出現更好的陣容 最後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忘記了,我們下次見 掰囉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